好,挖掘机正在挖骨口 把泥土堆在这里 哇塞,已经挖这么多了 挖掘机要注意安全哦 糟糕,骨藏要倒下了 哇,幸好没砸到 不好,挖掘机,快跑啊 哎呀,你该怎么办呀 挖掘机无路可退了 加油啊,挖掘机 哇,骨藏终于停下了 哇哦 耶 你看,怕挖掘机累的 哦,梦架散了 那怎么办呀 嗯,有了 我们可以用这些钢材 来搭建一个新的铁架 卡车,把钢材卸下吧 哎呀 太医要开始搭建铁架 先把这里拼好 拼好了 耶 挖掘机也帮忙 耶 你看,铁架做好了 刚好,吊车也到了 哎 快把骨仓吊起来 伸出支撑腿 升起钓壁 勾住骨仓 撑住啊,吊车 挖掘机,快帮一下 哦耶 终于装好了 吊车的任务完成 你看,骨仓现在完完当当的 不,动物们都被困住了 我得过去救他们 你们看,螃蟹被困在铁笼里 它出不来了 啊,我们得把螃蟹救出来 螃蟹,你可以出来了 你们认识螃蟹吗 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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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哦 哎呀 啊,海豚也被困住了 海豚,海豚 别担心 我马上救你出来 嘿 嘿 哈哈 你们认识海豚吗 海豚 海豚 嘿 哦 哎呀 嗯 连巨大的鲸鱼都被困住了 我们得马上把鲸鱼救出来 嘿 嘿 嘿 你们认识鲸鱼吗 鲸鱼 鲸鱼 哇 哦 耶 哎呀 吵死了 哎 到底是谁在敲鼓呢 原来是鲸鱼 看来我得给他一点教训 哇 这下安静了 嗨 北极熊 请问你在哪里睡觉的呀 呵呵 我是在树洞里睡觉的 原来是睡在树洞里 呵呵 你们看 他的屁股还露在外面呢 这里有一条小蛇 嗨 小蛇 请问你在哪里睡觉的呀 我平时都在树上睡觉的 原来小蛇是睡在树上的 我可不行 看 斑马 斑马 你是怎样睡觉的呀 我呀 我可以站着睡觉 太神奇了 原来帮马 可以站着睡觉 原来是鳄鱼 原来是鳄鱼 请问你是怎么睡觉的呢 我可以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睡觉 不信 你看看我的左眼 哇 太神奇了 这样鳄鱼可以一边睡觉 一边留意敌人 你们好奇 鲸鱼是怎样睡觉的吗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哎呀 到达海底 哇 好大一条鲸鱼啊 鲸鱼 鲸鱼 你是怎样睡觉的呀 我可以半个脑袋睡觉 半个脑袋清醒着 哇 真的好神奇啊 还有 我睡觉时 都是竖着的 原来还可以这样 真的是太神奇了 哦不 大小鲸鲸鲸鱼 我让它们被困住了 我得赶紧过去 我们得先把大象救出来 大象 你快离开吧 你们认识大象吗 大象 大象 看 这里有香蕉 孔雀 孔雀 我们把孔雀也救出来 你们看 孔雀得救了 你们有谁认识了 你们有谁认识孔雀吗 孔雀 孔雀 差点摔到泥潭里 我们赶紧把小鹿揪出来 哇 小鹿得救了 耶 耶 你们有认识小鹿的吗 小鹿 小鹿 救援任务完成 耶 哎呀 嗨 大家好 我是太医 今天我们来练习射击 先把木头放在旁边 嗯 还要在这儿挖个土坑 泥土堆在这里 好了 下车搭建木架 嘿 嘿 嘿 哎 哎 这个木头 有一点重量 哎呀 赶紧放到土坑里 挖掘机 麻烦你把木桩敲下去 太棒了 再去勾些泥土过来 哎呀 哇 你们看 木架搭建好了 真是太棒了 我们再弄些气球 你们看 这是一个白色的气球 哎 哎 让我来打爆气球 你们认识什么水果是白色的吗 没错 山竹的果肉是白色的 我们再吹一个气球 哇 这是一个红色的气球 绑好了 绑好了 这次我会不会打中呢 耶 打中了 你们认识红色的水果吗 没错 草莓是红色的 哦 挖掘机也想戳气球玩 你们看 这是一个黑色的气球 这是一个黑色的气球 你们认识红色的 你们认识什么水果 是黑色的吗 没错 桑圣是黑色的 这是最后一个气球了 我们上挖掘机来吹 哇 这是个粉色的气球 绑好了 发射 你们认识粉色的水果吗 没错 荔枝是粉色的 你们看 路中间有一个崎岖蛋 嗨 嗯 崎岖蛋里会有什么呢 我们敲开来看看 嗨 没有反应 嗨 原来是正方形 我们把它抬到车上 嗨 正方形 放在这里 肯定还有崎岖蛋 我们去找找 嗨 你们看 这是一个白色的崎岖蛋 用挖斗把它砸开 哦 里面是一个菱形 我们把它搬到车上 嗨 嗨 菱形 菱形 就装在这里 耶 嘿嘿嘿 你们看 对面有一个蓝色的崎岖蛋 我们得把大炮推出来 嗨 发射 发射 原来是一个长方形 我们去把它搬到车上 嗨 长方形 长方形 应该装在这里 啊 挖掘机 又发现了几区的 哼 我们过去看看 里面是颗五角星 我们把它搬到车上 嗨 嗨 五角星 可以放在这里 嘿嘿 哦耶 再去找第五个崎岖蛋 你们看 这个崎岖蛋 是紫色的 呃 我要怎样才能打开呢 哈 有了 可以用炸弹炸开 看 这是炸弹 哎 嗯 怎么还没炸呢 哇 原来是平行四边形 去把它抬到车上 嘿 平行四边形 装在这里 太棒了 审物完成了 我该回去咯 嘿 嗨 嗨 小朋友们好 我是太医 今天我们来探险山洞 哦 害 快 虽然 唉呀 这里怎么会有螃蟹呢 看 螃蟹走了 这里有一个崎岖蛋 你们认识数字一吗 这个是数字一 它像树木的树干 你们都记住了吗 得想一想办法 有办法了 好像震动已经停止了 我们看看崎岖蛋里有什么 你们看 是一个数字七 数字七它像什么呢 像一把锄头 嘿 嘿嘿嘿嘿 哈 前方发生什么事了 一个大冰块 让我来把它撒开 嘿 刚才是数字五 数字五像什么 像一只海马 哈哈 呃 数字五应该放在哪里呢 数字五应该装在这里 小朋友们 看 我们有大炮 三 二 一 开炮 你们看 原来是数字四 数字四像什么呢 像一面旗帜 我们去把它拿过来 我们把它装在车上 数字四装在这里 原来是波二的高滚 原来是波二的高滚 哼 我要让它好看 发射 哼 这下波二就消停了 嗯 这样大的冰块 要怎样打开呢 石头 有啦 我们用石头把冰块砸开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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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数字三 哎呀 数字三像什么呢 它像我们的耳朵 我们把它搬到车上 数字三要放在哪里呢 应该装在这里 耶 嘿嘿 生物完成了 我该回家咯 嘿 嗨 大家好 我是太医 今天我们去寻找奇蛆弹 好 你们看 前面就有一颗 我们过去看看 嘿 你们猜 奇蛆弹里有什么呢 我们把它砸开看看 嘿 嘿 嘿 原来是数字一 你们认识数字一吗 它像一棵树的树干 嘿 你们看 山上也有个奇蛆弹 嘿 哦 里面是数字八 你们认识数字八吗 它像一个葫芦 你们看 这里有个黄色的奇蛆弹 还有一颗石头 嗯 我们用石头 砸开奇蛆弹 哦 哦 原来是数字二 你们认识数字二吗 它像一只小鸭子 看 浅紫色的奇蛆弹 我们把它敲开 原来是数字五 你们认识数字五吗 它像一只海马 你们猜 树上会不会有奇蛆弹呢 哈哈 哇 这是一颗蓝色的奇蛆弹 我们把它砸开 看看里面是什么 原来是数字六 你们认识数字六吗 它像一个口哨 你们看 山顶上也有一颗奇蛆弹 我们把它勾下来 哦不 挖斗勾不着奇蛆弹 嗯 该怎么办呢 石头 有了 我们用石头 把它砸下来 七 二 三 原来是数字七 你们认识数字七吗 它像一把锄头 哎呀 是谁在这里放了一堆石头 把道路都堵住了 赶紧把这些石头清理掉 碎石子屑在这里 啊 那边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过去看看 哎 哎 怎么是一块石头 哎 天呐 挖掘机怎么散架了 小朋友们 来和我一起组装挖掘机 这是挖掘机的履带 你们知道吗 挖掘机就是靠它来行驶的 我们搬过去装上 嘿 嘿 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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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条履带会在哪里呢 在那里 我们过去把它拿过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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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嘿 装在这边 天呐 车头被炸了个底朝天 得过去处理一下 需要先把车头翻过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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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翻过来了 哎 现在 把车头抬过去 哎 哎 哎 嗯 一 二 一 二 一 啊 小心地装在这里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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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还缺少挖臂 会在哪里呢 找到了 我们过去把它拿过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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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啊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一 挖臂装在这里 哎 哎 啊 只剩下挖斗了 嘿 把挖斗装在这里 嘿 Good 耶 全部都装好了 嘿 挖掘机准备完毕 继续清理石头 嗨 嗨 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玩打地鼠游戏 哎 嘿 准备开始了 哎 嘿 嘿 哎呀 太可恶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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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哎呀 我得想个办法 哎 有了 用木板把它挡住 嘿 这样 它就逃不回洞里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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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哎呀 呃 摔个气去蛋该怎么办 挖掘机 过来帮忙 啊 嘘 准备好 等起去蛋跳出来 啊 就是现在 啊 原来是数字六 你们认识吗 它像一个口哨 嘿 看 有一个绿色的起去蛋 我们敲开来看看里面有什么 呃 这里面什么都没有 再找找别的起去蛋 哎 快看 那有一个超级活泼的 我们过去看看吧 哎 嗯 这次 用炸弹来炸开 哎 哎 嗯 哦 原来是数字四 你们认识吗 数字四 像一面旗帜 看 我还有冰冻枪 耶 嘿嘿 花卷机 你过来看看 麻烦你把它敲开吧 哦 原来是数字八 你们认识吗 数字八 像一个葫芦 我要回家去了 拜拜 拜拜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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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哎 哇 今天的天气可真好 啊 什么声音 这是什么声音 是霸王龙 嗯 你们知道吗 霸王龙是最大的肉食性恐龙 我得悄咪咪的走过去 噓 不能被霸王龙发现 不好 被发现了 诶 该躲到哪里呢 啊 迟到了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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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发现我 没发现我 哎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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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想个办法 把霸王龙赶跑 哎 这里有一门大炮 就用它把霸王龙轰走 准备 开爆 耶 霸王龙被赶跑了 来来来 来来 来 哎 哎 哎呀 原来这里有条河流 挡住了去路 哎 嗯 啊 有办法 把石头推到河流当中 哎 嗯 哎 哎呀 哎呀 得呼叫挖掘机来帮忙 好了 开始组装挖掘机了 地盘 铝带 铝带 车筒 挖掘机 挖掘机 把石头推到河流里去 哦 哦耶 这样就可以过河了 嘿 嘿 哈 谢谢你了 我决机 哎呀 哇 啊 啊 哎呀 差点就冲到河里了 木桥被冲塌了 该怎么过河呢 有了 我们可以用这堆木材 来建造一座新桥 好 开始建桥 先把旧木桩 拆掉 铁棒 锤子 终于敲松了 挖掘机 把那个木桩也拔掉 我来拿根大木桩来做巧端 麻烦你把它插在河底 太棒了 顺便把这根也敲下去 木桥的主体已经搭建好了 开始扑桥板 扑在这里 挖掘机也来帮忙 对 就扑在那里 就差着最后一块桥板了 赶紧把它扑好 好像是霸王龙 得加快键敲速度了 要把所有的键子都敲进去 不 怕黄龙 挖掘机 快过来 嗨 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抓捕霸王龙 看 那边就有一只 是 哇 霸王龙转身了 开始行动 我们要敲咪咪的靠过去 差点被他发现了 催眠弹 霸王龙被迷晕了 挖掘机 过来这边 勾起霸王龙 卡车 到你出场了 把霸王龙放到车厢上 装好了 麻烦你拉走吧 糟糕 卡车翻车了 赶紧过去看看 啊 霸王龙松醒了 他才能捧换油桶 开始着火了 不行 得下去灭火 勾上已经挖斗的水 消灭大火 火势太大了 得把整个油桶放进水里 啊 终于扑灭了 卡车 别害怕 我把你翻过来 还得把石头扳开 可以了 你先回去维修吧 不二这是在干什么呢 卡车 不二在前面 要小心点 糟糕 原来不二是在布置陷阱 快刹车呀 啊 卡车还是掉进陷阱里了 可恶 让不二得逞了 卡车 石虾能不能爬出来 哎呀 不行 不二又想干嘛 怕再重新布置陷阱 太可恶了 太可恶了 太医 前面有陷阱 赶紧停下 幸好挖掘机杀住了 哦 不 火儿又想捣乱 不 法王龙 太医 想办法把卡车救出来 有力 有力 使劲 大王龙过来了 哦 该怎么办呀 可恶的不二 不要怕 挖掘机很厉害的 加油 挖掘机 挖掘机赢了 哈哈 该不二生气了 哈哈哈哈 快跑吧 不二 太医 我们继续营救卡车 勾住卡车位 用力把他拉上来 用力把他拉上来 哦耶 卡车终于得救了 好 哈哈 嘢嘢嘢 JUDY 这是什么情况 是谁把垃圾扔在河流里 这样会忽然水源的 挖掘机 过来把油桶捞起 哎呀 高地还有很多垃圾 我们得下去清理 好像这条河有点深 这样子可不行 得想个更好的办法 有了 卡车卡车 可以借你的石头用一下吗 把石头倒入河流里 你都要喝水 你们看 下游慢慢没水了 这样就可以下去清理垃圾了 火油桶要清理掉 破油桶要清理掉 嗯 卡车 我来这里装垃圾 打破油桶 打破油桶 装到车厢里 好了 卡车 你先拉走 不好 鱼儿有危险 赶紧把它捞起来 只剩下最后这点垃圾了 这个油桶 这个油桶 牵得太紧了 我得下去帮忙 没吃光 我得打破油桶 我得好 我得吃飞 我得吃飞 我得不吃飞 然后再吃飞 我得吃飞 我得吃飞 我太对了 我不吃飞 我得吃飞 真是太惊险了 这是什么 这里怎么会有脚印 难道昨天晚上 有怪物进来过 不可能不可能 真不可能 我们去寻找真相吧 我们往前走 看看会碰到谁 嗨 天鹅 请问这是你的脚印吗 不是的 我的脚印是枫叶状的 这不是天鹅的脚印 我看到了小蛇 嗨 小蛇 请问这是你的脚印吗 搞笑 我连脚都没有 怎么会是我的脚印呢 抱歉抱歉 打扰了 原来小蛇是没有脚的 看 这里有只小狗 请问这个是你的脚印吗 哼 不是的 我的脚印是梅花状的 好的 答扰你了 原来小狗的脚印像梅花 看 我又碰到了斑马 斑马 斑马 请问这是你的脚印吗 这不是我的脚印啊 我的脚印像月亮的 唉 好吧 那到底是谁的脚印呢 不会 真的是怪物的吧 啊 沙地上的这个脚印 嗯 怎么和这个脚印一模一样啊 哼 原来这是我自己的 耶 果真不是怪物的脚印 这是什么声音 好可怕呀 嗨 我们来找找看 是谁的叫声呢 小狼 小狼 这是你的叫声吗 哼 不是的 我的叫声是这样的 哼 哼 好像不是小狼的叫声 哼 哼 哼 这是你的叫声吗 哼 不是的 你听 这才是我的叫声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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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爱我 不可能不可能 我们继续往前找找吧 老虎是很危险的动物 我们要小心一点 老虎老虎 这是你的叫声吗 不是的 我的叫声是这样的 原来老虎的叫声是这样的 好可怕呀 我们还是往前走吧 小猪小猪 这个是你的叫声吗 这就是我的叫声 原来是小猪的叫声啊 小猪是个可爱的动物 那我可就不怕了 看 是太医和挖掘机 他们准备搬运油桶 卡车过来装载 哇 这些草莲也要装上车 你看 卡车困得要睡着了 撑住啊 最后一捆了 卡车 可以拉走了 哎呀 卡车居然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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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捆了 你要撑住啊 卡车 卡车 糟糕 把王龙 快停下 赶紧躲开啊 卡车 你闯祸了 噓 别出声 糟糕 大王龙要把卡车 推下山崖 该怎么办好呢 挖掘机 卡车需要你的帮助 挖掘机和霸王龙正面对决 太医 赶紧扔炸弹吧 一 二 三 让 把霸王龙赶跑了 糟糕 油桶漏油 把草料点着了 太医 快下去灭火 在这里勾起一挖斗的水 来把大火扑灭 幸好卡车没有受伤 是什么到了道路 原来是一群崎岖蛋 小朋友们 我们来把崎岖蛋装回盒子里吧 开始咯 崎岖蛋 别跑啊 这是一个橙色的崎岖蛋 终于抓到你了 放到盒子里 好像不太贵 我知道了 崎岖蛋要和空位颜色一一对又 橙色崎岖蛋 放在橙色的空位里 你们知道什么水果是橙色的吗 没错 橙子是橙色的 哇 山上有一颗蓝色的崎岖蛋 把它勾下来 让我来把它甩过去 一 二 三 你们认识蓝色的水果吗 没错 蓝莓是蓝色的 嘿 我要瞧咪咪的套件 嘿 嘿嘿嘿 你们看 这是一个红色的崎岖蛋 就生在这里 哎呀 哎呀 小朋友们 你们认识红色的水果吗 没错 荔枝是红色的 红色崎岖蛋 你别跑 我得想个办法 哎 有了 真是个好机会 嘿 嘿嘿 你们认识黄色的水果吗 没错 芒果是黄色的 哎 你们看 石头后面 有颗白色的崎岖蛋 哎 不好 它要逃逃了 看你能往哪里跑 耶 机中了 挖掘机 跟我过去敲冰框 终于抓到你了 哈哈 放到白色的坑位里 哎 嗯 有什么水果是白色的呢 对了 山竹的果肉是白色的 哦 好像 还差一个崎岖蛋呢 好 原来在猪里 嘿 终于抓到你了 黑色的崎岖蛋 放在黑色的坑位里 你们认识黑色的水果吗 嗯 好像桑镇是黑色的 嗯 小朋友们 我该回家去了 挖掘机正在河底 清理垃圾 挖掘机 先等一下 嗯 等卡车行驶过来 准备好 接油桶 挖掘机 把油桶扔上来 嘿 卡车 你太棒了 挖掘机 要继续清理 用尽力气 甩上去吧 嘿 一 二 三 卡车 你先拉走 猫似 要下雨了 得加快点速度 OK 糟糕 这雨说下就下 好 好像 情况不妙 赶紧抓紧挖掘机 嗯 哎呀 该怎么办呀 挖掘机正处在危险中 哎 情况危急 啊 啊 哦 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 看 是卡车回来了 拉回来了 以车石头 啊 卡车 用石头 堵住缺口 嘿呀 你看 洪水逐渐退去了 啊 幸亏即使把秋空堵住了 你太棒了 卡车 挖掘机 继续工作 勾起泼油桶 卡车 卡车 过去装垃圾 挖掘机 把它扔上去吧 OK 嘿 一 二 三 接住了 卡车 把垃圾运走吧 OK 这是巴士 嗨 巴士 糟糕 伯二在布置炸弹 可恶的伯二 巴士 快刹车 快刹车 哎呀 巴士 被困在这里了 他爬不上来 哎呀 是巴士 他被困住了 太医 快去帮帮他 驾驶挖掘机 过去 巴士 别害怕 我们来救你 太医 麻烦你了 开始救援 有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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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挖掘机 快拖不住了 太医 快来打把手 哎 大功告成 巴士 巴士 得救了 这个洞口 要处理一下 太医 去弄些木头来 挖掘机 也过去 到你了 挖掘机 还得把它 削成木板 完成 把木板 铺上去 调整一下 看 太医 也搬了木板 过来 暂时就这样吧 挖掘机 上去测试一下 看来足够坚固 哇 哎呀 差点摔倒了 啊 不好 动物们 怎么都被冻成了冰块 我们得赶紧 解救他们 斑马先生 别担心 我马上把你救出来 嘿 嘿 这怎么还没碎呢 哇 一块碎开了 太好了 斑马得救了 你们认识斑马吗 斑马 斑马 嘿 嘿 啊 不 老虎也被冻住了 哦 太可怜了 嘿 呀 嘿 嘿 嘿 看 老虎也得救了 你们认识老虎吗 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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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 只剩下小鸡咯 嗯 我试一下用脚踢吧 嘿 嘿 耶 嗨 嗨 你们认识小鸡吗 小鸡 小鸡 让我来数数看 都到齐了没有 老虎 小鸡 斑马 嗯 都齐了 为了安全 你们跟我走吧 嘿 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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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嘿嘿嘿嘿 啦啦啦啦啦啦啦 啊 这边发生什么事了 动物们居然都冻成了冰块 哎呀 我得赶紧把动物们救出来 嘿 哎呦 哦 哎 我得开始用力了 嘿 嘿嘿 哈哈哈哈 你们认识骆驼吗 骆驼 骆驼 下一步 我们要把鸵鸟救出来 嗨 小朋友们 你们认识鸵鸟吗 鸵鸟 鸵鸟 鸟鸟 鸟鸟 别害怕 我会救你出来的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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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冰块居然没有碎掉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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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认识犀牛吗 犀牛 犀牛 任务完成 这些木头要堆在一起 咦 咦 那边发生了什么 挖掘机 我们过去看看 原来是桥破了 这样的桥会不会有危险呢 挖掘机 麻烦你上去测试一下 要小心一点 危险 快回来 好险呢 木墙完全塌了 我们得去砍出建新的桥 挖掘机 试试看能不能推倒 用力点挖掘机 还是不行 得多砍几斧头 挖掘机 现在再试试 太棒了 再想个办法 切开树枝 有了 我要换个好时点的工具 看 眼镜 哇 整棵树被鞠成一段段的了 卡车 我需要你过来拉木头 看 是卡车过来了 挖掘机 把木头装上车厢 装好了 装好了 你先拉走 我们还得再砍一棵树 对 就这样撑着 啊 怎么不动了 还是用斧头靠谱 挖掘机 把树木推倒 还得把树木砍成一段一段的 对 我们拿过去修桥 你们看 是陈石 把路面砸出了个大坑 哦,巴士不知道前面的情况正在快速地靠近 快刹车,巴士 啊,幸好杀住了 可是,该怎么过去呢 啊,这边或许可以 巴士打算试一试 小心点哦 糟糕,巴士掉进坑里了 加油,巴士 哎呀,还是不行 挖掘机,上去帮一下巴士 先伸出挖斗,勾住巴士 用力啊,挖掘机 哎呀,再试一次 巴士,你也要使劲 成功啦 嘿嘿嘿嘿 这么大的坑,如何是好呢 太医,你可以去砍兽来铺路 太医,你可以去砍兽来铺路 就快砍斗了 就快砍断了 嘿,嘿呀 挖掘机,把树木推倒吧 耶,成功放到树木 还要过来把树枝修紧掉 看,卡车也过来了 赶紧把树干装上车厢 卡车 可以拉走咯 快把木头卸下来 挖掘机 挖掘机 来压压结石 好啦,上去试下够不够坚固 巴士,你可以通过咯 哇,好多类品盒呀 我们拆开看看里面有什么 你们看,这个礼品盒比我张开双手还要大 嗯,这么巨大的盒子里会装有什么东西呢 我们把它拆开看看 哇,里面是一只斑马 小朋友们,你们认识斑马吗 斑马身上都有黑白相间的条纹 斑马先生,你先去休息一下 嗯,第二个礼盒里会有什么呢 老虎 老虎,别伤害我 我把你放出来 哎 小朋友们,你们认识老虎吗 老虎可是森林之王 哎,怎么突然冒出一个新的礼盒 哎呀,哎呀 啊,原来是猪龙虾 嘿,哈 你们猜猜看,这个盒子里会有什么呢 哎 嗨,小猪 哈哈 小朋友们,你们认识小猪吗 它全身都是宝,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小猪,你到那边休息一下 哈哈 哇,这个礼盒好巨大呀 大象大象,你可以出来了 嘿,你们认识大象吗 大象前边有两根长长的象牙 哎 原来是一只小猫咪 猫咪猫咪,快跳出来吧 嗨 小朋友们,你们认识猫咪吗 猫咪可可爱爱的 很多人养着宠物 哇,你们看 好多口气去到啊 我们把鸡鸡蛋敲开 看看里面有什么 嗨 嗨 嗨 这是一个山竹 你们认识山竹吗 山竹 山竹 我们把山竹 我们把山竹搬到车上 哎 哎 窗好了 你们看 这里还有一个蓝色的鳍鸡蛋 哎 哎 嘿 哎 耶 耶 你们认识苹果吗 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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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把苹果搬到车上 哎 苹果也装好了 哎 你们猜猜看 这个鳍鸡蛋里有什么呢 哎 哇 香蕉 你们认识香蕉吗 香蕉 香蕉 我们把香蕉拿到车上 嗯 再去寻找下一个鳍鸡蛋 你们看 还有一个黄色的鳍鸡蛋 嘿 耶耶 你们认识葡萄吗 葡萄 葡萄 我们把葡萄搬上车 哎 哎 嘿 嗯 怎样把这个鳍鸡蛋打开呢 哎 有了 哎 哎 哎 小朋友们 你们认识鹰桃吗 樱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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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樱桃拿到车上 我们继续去找齐齐蛋 看 这里有一个 嘿 哎 你们认识草莓吗 草莓 草莓 哎 我们把草莓搬上车 哎 耶 我们回家去咯 是霸王龙 哦 差一点被发现 哈哈哈 咯 哈哈哈 该怎样引开霸王龙呢 有啦 用鸡腿 霸王龙上当了 它把鸡腿去掉 看,这里也有个大鸡腿 哎呀,有危险 霸王龙要进陷阱里了 糟糕,吾尔要偷走恐龙蛋 太医,快停车,救霸王龙 霸王龙,太医是来救你的 挖掘机,调整好位置 把霸王龙勾上来 加油,挖掘机 霸王龙,快去看看你的窝 恐龙蛋被偷走了 到底是谁干的 太医,去帮霸王龙找找 会不会藏在河流里呢 太医,跳到水里看看 哎呀,河底下什么都没有 再去别的地方找找吧 霸王龙也没有找到 恐龙蛋到底在哪儿呢 什么声音 快过去看看 原来是不爱偷走的 挖掘机把恐龙蛋送回去 霸王龙龙 霸王龙,别着急 挖掘机,找到恐龙蛋了 把恐龙蛋放下吧 可得勘紧点恐龙蛋 卡车抓到了霸王龙 卡车抓到了霸王龙宝宝 注意安全哦 糟糕 被霸王龙发现了 快停下,卡车 木龙要飘走了 看,霸王龙在追 可是,他够不着 该怎么办呀,卡车 你看,是挖掘机过来了 太医,快去拦住木龙 开始 推倒树木 加油啊,挖掘机 太医下去,锯断树木 挖掘机,现在再试试 耶,终于推倒喽 太医,去把木龙捞上岸 伸出挖斗 把木龙捞上来 糟糕 把王龙过来了 太医快下去 放霸王龙宝宝出来 霸王龙宝宝很害怕 别怕 你妈妈在呢 糟糕 卡车还泡在水里呢 太医 去把卡车拉上来 驾驶挖掘机过去 太医 准备开始吧 勾住车轮 使驾 用力 终于拉上岸了 卡车 你们受伤吧 看来 他没事 都回家去吧 哦 不 奶牛被抓住了 我得去救他 奶牛应该就在那边 奶牛应该就在那边 发生什么事了 哎呀 我们可不能被这点困难吓倒 你们看 这也太简单了 哎哟 哦 这里怎么有道石墙 旁边还有一些机关 啊 我知道了 应该是要解开机关 石墙才会打开 嘿 看 这是三角形 应该装在哪个位置呢 这个位置不行 耶 我们把齐齐弹敲开 看看里面有什么吧 嘿 啊哈 原来是数字三 你们认识数字三吗 它有点像耳朵 看 这有一个桃子 嘿 哦 嘿 嘿 哎 哎 哦 哦 嘿 龙虾 哦 哈哈 你们认识奶牛吗 我们喝的牛奶 就是奶牛产的 以后快要小心点哦 邪恶的龙虾 你就好好待着吧 耶 拯救任务完成 哦 不 水果被偷了 我们得去抓捕小偷 你们看 这里有只小浣熊 小浣熊 请问 这是你的屁股形状吗 你不知道 我的屁股有条松大的尾巴 看来 水果不是小浣熊偷的 我们再往前搜寻 看 前方有只小猪 小猪小猪 请问 这是你的屁股形状吗 不是的 我的屁股上有一条小小的绝尾巴 原来小猪的尾巴是卷卷的 小小的 和图片上并不相符 会是谁偷了水果呢 我可不能让坏人得逞 小鸭子 请问 这是你的屁股形状吗 不是的 我的屁股是这样的 原来从后面看 可以看到小鸭子的翅膀 孔雀孔雀 请问 这是你的屁股形状吗 不是的 我的屁股后面 长有很多大羽毛 水果也不是孔雀偷的 看 我的水果 你们看 和图片一模一样 原来是老鼠和博尔偷了水果 我们要把它关起来 好 博尔干坏事了 我得过去帮助动物们 嗨 呃 冰块里冻着的是谁呢 嗯 我们赶紧把它救出来 嗨 嗨 嗨 你们看 原来是只龙虾呀 耶 耶 你们认识龙虾吗 龙虾 龙虾 嗨 看 海豚也被冻住了 哎呀 我们得赶紧把海豚救出来 嗨 嗨 哎呀 嗨 你们认识海豚吗 海豚 海豚 嗨 你们看 是鱿鱼 我们得把鱿鱼救出来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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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小朋友们 你们认识鱿鱼吗 鱿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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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们看 螃蟹也被冻住了 我们得把它救出来 嗨 螃蟹 螃蟹 是不二冻住你的 以后你得小心点哦 小朋友们 你们认识螃蟹吗 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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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哇 连巨大的鲸鱼都被冻住了 它需要我们的帮助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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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鱿鱼还没睡 啊 耶 鲸鱼也得救了 你们认识鲸鱼吗 鲸鱼 鲸鱼 往后到 往后到 好了 挖掘机 把石头装上车厢吧 再多装一块 卡车 你先把这车石头运走 怎么了 我得上去看看 原来是霸王龙 它掉到坑里了 好可怜啊 怎么爬都上不来 霸王龙 别带 太惊险了 挖掘机 麻烦你帮一下它 危险 危险 快收回来 哎呀 哎呀 这样不行 很危险 你得想个办法 看 有了 嘿 嗯 这个不是 这个也不是 嗯 这个不是 这个更不是 哈 找到了 这个是催眠的 会暂时控制住霸王龙 好 开始投掷催眠蛋 霸王龙 别害怕哦 耶 成功了 挖掘机 把霸王龙 勾上来吧 要轻一点 不要弄醒它 霸王龙 是我们叫你上来的 别伤害我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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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 哈哈 哈哈 这剑把我弄 我得快点把油关收到 糟糕 前方的桥断了 什么声音 是霸王龙 得赶紧躲起来 别发现我 有关着火了 得想个办法 赶走霸王龙 不好 不发现我了 幸好这里有一条河 哈哈 都不找我吗 啊 惨了 他要去攻击卡车 挖掘机 快来救救我们 啊 挖斗被咬住了 我得过去帮挖掘机 推上大炮 还是瞄准 快炮 啊 啊 啊 终于赶跑霸王龙了 啊 不好 有关还在燃烧 挖掘机 快去灭火 啊 啊 先勾一挖斗的水 来 消灭大火 啊 这边还有一个呢 把它放到河流里 哈哈 太棒了 挖掘机 我们去把卡车翻过来 哎 用力 啊 哎 啊 哈哈哈 耶 成功 还要把油罐装上车 哈哈 谢谢你了挖掘机 这一次我要慢点行驶 这一次我要慢点行驶 never Ephaghug 哈哈 真的 在开多 的 下去 再给你的 我 这上面 是谁打电话 糟糕 是巴士 他现在泥潭里了 巴士 撑住啊 我马上过来 巴士挣脱不了 越陷越深了 上我来看看 原来是泥巴太黏了 把巴士拉上来 用力啊 我得下去大一把手 成功救出巴士 巴士 这是怎么了 原来是太阳搞得滚 晒干的泥巴 卡住了车轮 巴士 别担心 我们帮你清理 看 挖掘机也在帮忙 只剩下最后这一点了 砸破了 该怎么办呢 幸好挖掘机有袋新轮胎 麻烦你把巴士抬起来吧 准备更换 准备更换轮胎 坏轮胎就扔掉吧 装上这个新轮胎 装上这个新轮胎 要拧紧一点了 装好了 挖掘机 可以把巴士放下了 你跑起来看看 这就没问题了 要小心点行驶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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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